星期三 美國股市仍然受到財政懸崖 和國債上限的事件持續困擾 杜瓊斯指數已經有少少跌離了高位 直到現在這分鐘 其實還未出現一個明顯向下的跡象 估計14,760點到15,511點 這兩個高低角色相對 在這個區間的防守性應該都不差 說到底是兩檔之爭 我不覺得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事態的發展比較敏感 因為金融市場上市一天都是嫌多 一個小時左右都嫌多 如果等你等得不耐煩 不排除會有一些沽額逐漸湧出來 至於美股的下跌對廣估來說 不可能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是受到外圍因素所賴動 但事實上來說 亦深受內地股市所影響 看回美股的走勢 持續反覆向下 可能升得比較多 需要技術上的調整 但相對來說 A股走勢比較強 上證指數在11黃金週之後 走勢持續都是呈現一個咬著上的格局 今天曾經一度升到2212點高收 即是說漸漸升到了短期上升風度的底部 只要保持這個形態的話 如果買盤支持的話 其實上真的可以進一步 嘗試9月12日高的2270點了 至於港股來說 走勢持續都還是反反覆覆等待變化 差也不算太差 因為直到現在這分鐘 恆生指數仍然仍咬著23000點坐緊的水平 雖然技術上 以今天收市指數計 是跌穿到10千和10千線 但是這個形態 只能夠跟同一講 它是反覆大遠的意思 因為比較重要的防守性支持 是22845點 這是什麼指數呢 是9月30的低位 是由23554點一路跌下去 去到22845點 斷定了 站定了 然後再後抽上彎回來 那麼技術上 不跌穿 最多就在這709點的波幅之內 走上走下 就算跌穿了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好老實說 由6月25日的低位 19426 升到上去23554 升了4128點 用正常的角度來講 調整三分之一 你都要試一試 22178點 所以就算深一點 幾百點的反覆 我覺得都是很正常 即是說大部分持貨者 可能心態都想著 一旦美國的財政懸崖 退市事件 甚至乎 國債事件一旦搞定了 或者不造成困擾 分分鐘 這DG就抽上了 現在沽完之後 下面的幅度不是太多 可能幾百點 游水又不回 那怎麼辦 不如索性就不要游 但人同刺心 市民就牛皮拉鞠 好了 先看看指數 早段是低於176點 是23002點 日中的低位去到22965點 之後 技術上有少少抽下抽下的感覺 最後的高位是23065 收市的時間是23033點 比對上日來說 技術上跌了144點 成交感額是547億 剛才我說了 以收市指數計 是失手於10天和20天線的 但是 我不覺得太重要了 除非指數慢慢慢慢跌下跌下 最終跌穿了22845點 即是說 技術上是跌離了10天和20天線 這樣情況就會比較急 不過即使是這樣 你都是正常調整 因為升了4128點 回調三分之一 很正常很公道 只不過就是問題會不會跌得這麼深 看回10月份的市 仍然還是先高後低 高位是3號23241點 低位暫時來說 就是星期一7號的22896點 第一 345點波幅 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第二 高低位不可能黏在3到4個交易點之內出現 即是說 往後一定有更大的波幅點 或者更深的波幅 讓我們見得到 到底會不會跌穿22845點 我們很快會自圖 但我總是覺得 如果跌不跌穿我 一旦賣盤重現 大市抽回上去 其實這個機會是相當高的 因為A股的勢頭是偏強的 對嗎 好了 接著入元朗 我明天就和你聊 因為A股靈本 失敗 sev